哇 又来到了天使夜未眠的时间了 对啊对啊 我好开心 好期待哟 我最喜欢天天主持的天使夜未眠了 我在州里快乐 我在哪里快乐 我在任何地方都需要快乐 欢迎我的朋友和我一起分享 美好时光就在天使夜未眠 啦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 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啦啦 啦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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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好时光就在天使夜未眠 嗨 亲爱的朋友 我是天天 非常欢迎你收听天使艳未年 这个节目是每周一到周日 每天14分钟不同的单元内容 希望让生命发光 行路有力量 今天是礼拜一 分享的单元是 Easy谈生活职场系列 想要来聊一聊 当我们在做生意的过程当中 如果遇到了挑战困难 甚至让你觉得好绝望 走不下去了 到底该怎么办呢 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 人生不如意识十有八九 那么当卡关来临时 我们该怎么样面对 今天我邀请一位见证人来分享 他们家庭的生意 曾经遭遇了什么样的高山低谷 欢迎邝显荣 天天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显荣先介绍一下 你们家现在是经营什么样的生意 我们家是经营传统小吃店 主要的是在卖凉面 凉面我喜欢 谢谢 这是非常道地的小吃 这是我们家目前现在主要经营的一个形态 生意好到怎么样 听说是非常厉害 连电视台都有去采访 感谢神 之前我们家确实在台北医学院附近 我们在那边开店 然后蛮多的人喜欢吃凉面吧 我这样想 对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蛮多的人来 然后有那时候有美食节目看到 他们想要做一个台北医学院附近的美食专辑 就来邀请我们去参加他们的节目 然后在上面现场做凉面给他们吃 如果可以的话 我也很想要现在赶快去吃一下凉面 我都饿了 是是是 这是各种口味吗 我们基本上是比较偏向传统的凉面 但是口味上跟一般 可能我们认为的台湾凉面不太一样 因为我要坦白说 这个凉面的sauce并不是 好像我们是一个很厉害的厨师研究出来的 纯粹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是 所以很多人吃到凉面的口味说 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个味道的凉面 我说是 因为我也没有吃过 对 然后不止凉面 我们店里面的辣椒酱 其实也是很多客人很想要我们推出的商品 但因为人力的关系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推出这样的商品 那个辣椒酱也是神在我们准备的过程中赐给我们的 在凉面之前也是做吃的吗 在凉面之前的前一份也是做吃的 但不是卖凉面 是卖鸡肉饭 是爸爸妈妈自己烹调吗 不是 爸妈其实是一个不太会做饭的人 那也太神奇了吧 不太会做饭然后卖吃的 是 我爸妈是一直在做生意的 他们之前是在经营台湾的传统产业 硬帐钥匙业 它毕竟是个西洋产业 因为就是现在很少人会用钥匙 大部分都用数位的方法 也越来越少人在用印章这个东西了 因为像数位签名啊 数位足迹啊 妈妈那时候意识到她必须要转型 可是因为那时候他们年纪已经有了 不知道还可以怎样的转型 就想说 做吃的或许是个蛮不错的入门的行业 他们两老是很认真的人 因此他们就去拜师 学了一个很厉害的鸡肉饭回来 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还去帮忙撕鸡肉 对对对对 因为鸡肉饭上面都要一丝一丝的 对但我要说那时候鸡肉饭是真的蛮好吃的 因为我是个很爱吃鸡肉饭的人 那当时有生意怎么样 常常我听到有人做吃的朋友会说 好吃不代表生意好 没错好吃不代表生意好 那个时候其实生意蛮惨淡的 我印象很深刻 有一次去找妈妈的时候 她就带着比较难过的身心看着我说 我说今天生意好吗 她说今天只有500块 500块台币 对台币 我说是赚500块那也还可以 她说不对 是只有500块 哇 对 好难过 那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办 就像我说 她并不是一个很会做吃很在行的人 她会做鸡肉饭 所以她去学鸡肉饭 是 她也只能卖鸡肉饭 而且你们家那时候经济状况 好像有一些经济危机对不对 对因为应该这样讲 就是在传统产业的部分 所谓传统产业的没落 它并不会是一下就没落 它都是经过时间的 那我妈妈那时候 因为毕竟他们做了二三十年的工作 她不可能很轻易的就把它放弃掉 所以他们又花了更多的钱 投入在这个行业中 它的没落 消失慢慢的淡掉 那些成本就没办法回收 再加上我妈妈很疼我们 所以常常买给我们的东西 都是从借来的钱再买给我们 随便是挖东墙补新墙 可是挖久了 它毕竟就开始会冻出来 再加上那个时候又有所谓卡债的问题 所以其实会刷信用卡 本身也不是因为爸爸妈妈想要买给自己 而是想要给孩子 对 谢谢天天问到这件事情 我印象很深刻 我爸妈可以一件衣服穿二十年 他都觉得没有关系 可是他们就想要对小孩子好一点 当然作为的好也不是说 可能像现在大家认为的 就是事无尽量的买也没有办法 但是就是希望至少 我们还是能够跟其他人是差不多的 对 所以在做生意失败 卡债 然后有家庭的需求之下 承受蛮巨大的经济压力 爸爸妈妈那个时候 会压力大到一种绝望的地步是 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会不会有那种亲生念头跑出来啊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 事情过了之后 回去跟爸爸妈妈谈的时候 其实他们有不止一次的 因为晚上睡不着嘛 为什么睡不着 因为你们隔天要缴费啊 不认识西红咖啡也好 或是房租也好 或是生活费也好 电费水费也好 要缴费啊 常常很多晚上睡不着的时候 他们说 干脆我们就坐电梯到顶楼 跳下去就好了 然后说这个念头 对他们来说是 不止一次的在心中出现 很难想象那个压力 就是 对 帐篮就在你面前 对 但是你的户头就是没有钱 但是你又不能真的 就这样跳下去 那孩子怎么办 对 对不对 所以就是这些压力 都加租在肩头上面 哇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帮助他们 而且妈妈那时候 有什么信仰吗 我妈妈那个时候是传统的道教信仰 她是进入到一个道观里面 作为所谓的神明的女儿 书家的弟子 对 所以她会常常 小时候就会带我们去道观里面 就是小孩不乖啊 然后去求神明让你乖一点啦 是 小孩要考试嘛 对 那就去求神明让你考得好啦 对那时候大概就是这样的 我们家的信仰 所以在准备鸡肉饭的时候 他们也蛮投入在其中的 就是亲爱为法师啊 来做加持这样 加持啊 然后包括说风水啊 对不对 这个方位要怎么弄 位置要怎么安排这些的 是是是 希望可以透过法师来帮助 可是没想到 你有提到妈妈说 天哪 那个很惨淡那个生意 对 我叫多重打气啦 为什么 因为我妈妈在做这个生意前 她刚进了一场大手术 很现实的是 其实没有钱的状态下 是很难修养 因为你需要赚钱嘛 所以那时候他们就去 做了鸡肉饭店 然后请了法师来看 那个店面是属于狭长型的 就是头到尾是很长的 不宽但很长 法师说风水的规划 就是煮啊 烧啊 要在里面 对客人是在外面 那其实如果 大家有看过小吃的话 就知道 这是很 不是太好的设计 因为你等于是要一直走啊 对很辛苦 那对一个大病 出一轮来说 其实是很辛苦 对应该要少走点路 但也没办法 对 所以那时候就变成是 我妈妈钱赚不到 还有每一天 基本上都很痛 身体的伤口 还有整个附近的肌肉组织 都在都在痛 所以她就想说 不如这样吧 我们稍微改变一下 所以改变也不是大改变 什么大改造 她就是希望把 两头的距离缩短一点 不要走这么长 那当然因为生意不好嘛 她就想要说 那怎么办呢 就去问法师好了 你帮我弄了啊 花了这么多钱给你 对不对 对啊 她总要有些办法吧 对 请她再来看一下 就看一下那个法师 我们有没有以为说 那个法师可能会 安慰我们一下啦 或是给我个福也好嘛 可是她那种很不开心的 把我妈妈念了一顿 因为她说 你为什么要动我的规划 我妈妈就解释说 因为我的身体 我没办法这样走嘛 她就说 我跟你讲 因为你动了这个规划 造神生气了 我没办法再帮你了 然后就 就走了 这么绝情 对 我母亲生病 付不出钱 满怀的希望 投资在所谓的 大家知道没有钱 所以那个店还是 依然是用借来的钱 去做投资嘛 然后就得到一句 就是造神生气 不管你了 所以我妈妈就想说 什么样的神明 会这样子去对待人 她说我不是坐监犯科 我不是在店里 做什么事情 我只是因为这样子 那我什么神明就要惩罚 我觉得那心情好崩溃哦 对 所以 她当时信用到一个绝望 提供我妈妈 她们想要自杀 我相信那时候 可能更强力 因为她连最后的希望 都没了嘛 对呀 因为连神明都不帮 对 后来 印象很深刻 那时候有一位 跟我妈妈传福音 传信仰 传的 二生神明的姐妹 这妈妈好闺蜜 她的青梅竹马 哦 从小一起长大 哇 然后来看我妈妈 我以为我不在场了 都是他们跟我讲 她说 我妈妈看到她来的时候 就大哭嘛 因为 我怎么办呢 她就安慰我妈妈说 她说 你所有的神都拜了 你为什么不给耶稣一个机会呢 我妈妈想说 也对呀 为什么不给耶稣一个机会呢 那她就说 好吧 那些礼拜天跟那一位姐妹 我妈妈的青梅竹马 去教会看看 那我觉得那是她生命 也是我们家生命翻转的一个时刻 我妈妈说她到了教会的时候 她说还没开始去唱诗歌的时候 她说她就开始痛哭 她整整哭了 假设诗歌唱20分钟 她可能就哭了20分钟 其实她并不懂那些歌词的内容 但是她就觉得 我回家了 她就觉得有人爱我 有人理解我 我的生命 不再是没有出路 妈妈算是你们家 第一个认识耶稣的人 是 哇 第一个得救的果子 对 她去完当天 她马上就跟教会说 我要受洗 可能就我们的角度来讲 我们会觉得说 你也转变太大了吧 因为你之前去什么道观 对不对 信佛啊 也是拜的这么的虔诚 然后一季之间这个翻转这么大 你说你要信主受洗 去跟随耶稣了 我们会觉得怎么改变那么大 可是我相信 就妈妈的角度来讲 之前她是这么样的一个绝望 今天当她去到教会之后 她知道有一位耶稣是爱她的 有一位耶稣是要能够来帮助她的 所以我今天如果是我的话 我一定要好好的紧紧抓住 这个生命的父母 对 所以我觉得妈妈会 以我现在回去看 我觉得她会这么快的接受的原因 其实很简单 当一个人知道她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当福音来到的时候 她就知道 这是她最重要的盼望 也是她唯一的盼望 所以亲爱的朋友 不知道你是否已经找到 这个盼望了呢 而且呢 显荣他们家 神奇之处就在这边 当生命开始改变之后呢 很奇妙的 连带着你们家的生意 也开始有所翻转 有所改变 所以这个后来凉面 是怎么样开始的 我们在下一集节目当中 邀请显荣 更多的来跟我们分享 这个神奇的过程 也欢迎听众朋友 继续带来锁定 天使夜未眠节目 今天谢谢显荣 谢谢 我们下回空中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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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的环境 都不要去怕 全南地上帝 他必保护你 你不要惊慌 更不要去怕 全南地上帝 他必保护你 任何的环境 都不要去怕 全南地上帝 他必保护你 你不要惊慌 更不要去怕 全南地上帝 他必保护你 纵然有疲乏软弱 无助的时候 全南地上帝 他必看顾你 人生的尽头 他必保护你 他必保护你 ist复这段 云丕 故事 能蒙 � объ 那